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海洋量子号的一名83岁男子 确诊关病后,邮轮早上8点折返靠岸 病患目前已在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测 我们马上同人在滨海湾邮轮中心的记者吴梁翔连线 了解最新的发展,梁翔 是的,丽婷,我目前就在滨海湾邮轮中心 背后就是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海洋量子号 靠岸到现在已经10个小时了 1600多名乘客还在邮轮上等待安全下船指示 不过83岁的确诊男乘客已经下船 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追踪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下午2点10分左右 一辆救护车停靠在海洋量子号旁 跟着坐在轮椅上的确诊病患 在工作人员协助下下了船 当时已经穿上防护服的病患 在临上救护车时 工作人员在为他套上头套 全副武装被救护车送走 整个过程大约5分钟 他是因为腹泻而到船上的医疗中心求医 随后确诊 作为现有感染管控程序的一部分 其他乘客和船员必须留在邮轮上 直到追踪工作完成为止 虽然船上出现确诊病例 但没有对其他乘客造成太大影响 60多岁的沈耀夫和蛇书宝 今天庆祝结婚41周年纪念日 不料行程因为这起病例而得缩短 本来打算今天都安排一些 都已经有安排好活动 但是因为突然间这个情报 让我们感到有一点意外 但是我们都还蛮冷静的 刘局说海洋量子号星期一出发时 1680名乘客和1148名船员的 冠病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刘局也说乘客必须等到 云顶邮轮集团的世界梦号的乘客 都登上了邮轮之后才能下船 以免两艘邮轮的乘客有任何的交叉 立庭